佛陀初传法轮传的是生文法 生文法就是佛陀对生文弟子所传的法 直接听佛陀讲法 这些弟子就叫生文弟子 生文法又叫生文道 解脱道或者阿罗汉道 为什么叫阿罗汉道 因为凡是生文弟子最后都成了阿罗汉 什么是阿罗汉呢 符合四个概念的就叫阿罗汉 就是阿罗汉有四个概念定义 符合他的就叫阿罗汉 第一个定义叫灭除义 就是灭除了一切烦恼 第二个概念叫做远离义 远离一切不善之法 第三个概念叫补生义 就是于一切生死轮回法中不生 第四个叫应供义 就是应受世间天人供养 符合这四意的概念的就叫阿罗汉 很显然 成就阿罗汉就实现了解脱与涅槃 广义上说只要实现了解脱都叫阿罗汉 那成阿罗汉最简单最便捷就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当年你要有机会做生文弟子 听过佛陀直接讲法 你就是阿罗汉 在成佛的路上呢 一直有一个贬低阿罗汉的思潮 其实大家不知道 佛陀他也叫阿罗汉 佛陀他有十号 就是他有十个称呼都是佛陀 其中有一个称呼叫应供 即阿罗汉的名称 但是佛陀叫阿罗汉的时候 要加一个大字 大阿罗汉 这是小乘所传之法 就是生文法 而大乘所传之法呢 据说是佛陀对大乘修行者所传之法 又称为大乘道 大乘道又叫菩提道或菩提成 大乘这是他自己的翻译 音译叫摩赫掩纳 摩赫当然本身就是大的意思 他又翻译成上乘 第一乘如来乘佛乘等等 反正就是最好的词 都在大乘这 他是以成就佛陀为最终追求的 这个追求就要比小乘大 所以叫大 那小乘是以成阿罗汉为追求的 大乘是以成佛陀为追求的 大乘的修行者统称菩萨 就是你只要修行大乘 你就是菩萨 因此大乘又叫菩提道 或者是菩提成 菩萨就是菩提萨朵的简称 意义叫绝有情 关于菩萨 它有两种 一种我们说大乘修行者统称菩萨 还有一种是以登圣位的菩萨 那我们又叫做大士 就是你登了圣位的菩萨 就可以称为大士 音译叫摩赫萨 比如观音大士 观音摩赫萨 佛陀讲法在人间度化的生涯 整个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或者说以生文法示教分为三个阶段 生文法示教的这三个阶段 又叫三转法轮 第一转法轮是在鹿爷院 转四圣地法轮 初转法轮 第二转法轮就是四处度化 讲十二因缘与三十七道品 四十五年 这是第二转法轮 第三转法轮 是佛陀元祭之前最后的说法 就是主父弟子们以戒为师 以法为一 令正法九诸世间 这就是原始佛教期间 小乘生文法的三转法轮 因为原始佛教时期 它是没有大乘经典的 如果大乘经典受计 就是说追认确定 受计三转法轮 那么会对大乘经典的理论 或者说对大乘自己的理论 权威性造成致命打击 因为佛宣说 没有宣说过大乘 这大乘理论的合法性 就没有来源了 所以大乘部关于三转法轮 就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说法 就是大乘三转法轮 这就叫三十叛教说 来提升大乘部的地位 其实三十叛教 只是大乘部自己理论发展的 一个时间划分 后来有人就拿三十叛教 作为绝对真理 来鞭斥小乘 来贬斥小乘 这是不符合印度佛教历史发展的事实 关于三十叛教 有几种说法 解身秘经的说法 是最有代表性的 所谓三十 这个十不是一个时间点 是一个时间段 它的基本意义是指阶段 佛陀最初在路野院说法 讲四圣地 大乘说这个阶段叫四地法轮 是第一时 第一个阶段 传授生文法 第二个阶段 在灵鸠山说大乘空 叫转空法轮 这是第二个阶段 叫第二时 最后讲的是瑜伽行教 包括如来藏 叫转妙有法轮 这是第三个阶段 又叫第三时 客观的说 大乘的三转法轮 它实际是对印度佛教理论发展 几个时期的学术规划 而且是比较清晰的 就是说 它是历史划分 学术划分 时间段划分 但是它是不是 这个佛教共同认可的三转法轮呢 不是 只是它自己的认可 因为从历史划分角度讲 第一个转法轮阶段 佛教主要的教义 是阿罕教义 都属于生文法范畴 它的时间段 包括佛陀在世的时期 以及布派佛教时期 第二个历史阶段 是从公元前后开始的 大乘兴起之后 红传的般若 就是空教 随后第三个阶段 就是大乘兴起的瑜伽行教 代表的后期大乘佛教 在大乘部提出的三十叛教中 没有包括后来的大乘密教阶段 就是说 它只是它自己这一节的叛教 这就是大乘部与小乘部 对三转法轮不同的定义 佛陀在涅槃之前 对阿难等诸弟子 做了最后的交际 佛陀 丁主说 与我灭后 当尊 波罗提木叉 当知此事鲁大师 什么叫波罗提木叉 就是戒 意思就是 我入灭以后 以戒为师 正法方能久住 而且 佛陀 丁主阿难说 阿难 我成佛来 所说 经 戒 事虏 护齿 就是说 我成佛以来的这些经书戒律 就是你的护齿 这就是小乘部 记载佛陀入灭的过程 大乘部的经典 根据小乘部的经典内容 做了调整 在相关内容上 做了一些修改 强调 佛陀虽然入灭了 但是他的身体是金刚身 永恒不灭 具备常乐我尽私德 就是大乘私德 并且 在佛陀最后的说法 就是教导弟子 以戒为师的说法 大乘经典 也做了相关的调整 佛陀最后说法是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 即使一禅题 最终也能成佛 这是什么呢 这实际是后来 为瑜伽形派的理论 这个打开道路 瑜伽形派的理论 左右两翼嘛 有一也是如来藏 这是为佛性如来藏 和心性如来藏 两种如来藏 打开理论道路 根据佛典记载 佛陀灭盘时 大地震动 幽冥界也被光明普照 佛陀入灭以后 一种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 就兴起了 就是至多崇拜 什么叫至多呢 塔 因为佛陀入灭 就烧化成舍利 相信婆罗门 就把舍利 佛陀的舍利 分成了八份 分给当时在场的八国代表 带回去 其塔永久供养 除了八国 盖起了八个舍利塔之后 另外还盖有三个舍利塔 也不叫舍利塔 盖了三个塔 第一个 第九塔叫平塔 就是放舍利的那个瓶子 分完了舍利那个瓶子 第十塔叫碳塔 就是在烧佛陀的时候 把地给烤成碳了 把这块供起来 第十一个塔 是法塔 就是佛陀在家 没出家之前的这个 这个头发 3年 钟 地 系统 两遍 葬 explosion 悠惠 ited 妖 智